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爆发 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战争 也就此拉开序幕 第二年 16岁的葛福尊加入 冀中根据地的抗日队伍 进入技术研究社工作 虽然这不是一线作战部队 但他的工作也时刻 面临着危险 做雷管原来一个叫张芳的 清华大学的学生 他做雷管 做雷管曾经把手 炸掉三个手指头 我分不到研究社去 就让我接他的工作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 葛福尊参与武器弹药的研制工作 后因研制弹药辅伤 转入军队财务部门 他说虽然没有亲自上阵杀敌 但是在冀中战场的岁月 却是他永生难忘的记忆 其今事变爆发后 日军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脚步 北平 天津 南京等地相继沦陷 日军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 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 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也日益高涨 1938年 葛福尊不顾年幼 毅然加入到抗日队伍当中 并考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 公级培训班 当时公级训练班要求是18岁 要求初中毕业 我当时虚报18岁 实际上不到18岁 16岁 结果你靠上了 靠上以后很高兴 然而葛福尊从公级培训班毕业后 却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 被分配到部队的财务部门 或者编工厂 备复厂工作 而是被分配到了一个 在葛福尊看来非常特殊的部门 在这里 葛福尊发现 他的同事们大都非常有学问 技术严谨事 这说起来奇怪了 都是北京青花燕京的大学生 教授 职工工程师 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平津 北平天津 咱们地下党 有地下党啊 地下党就动员知识分子 到根据地区抗日 许多知识分子人 也享用当地号召 偷奔 抗日 这些知识分子 成了技术研究社的骨干力量 这个专门研制武器弹药的机构 在葛福尊看来 为技中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战初期 枪支弹药的匮乏 始终困扰着技中广大军民 当时这个不是有几万人的部队了 几万人的部队武器怎么办 你打敌人要消耗啊 你打敌人的子弹 打一个少一个啊 那个你怎么办 你怎么补充 抗日的队伍在逐渐壮大 杀敌的武器却非常匮乏 有首歌曾经这样唱到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可是武器也许还可以靠缴获取得 但是大量的弹药 想从敌人那里夺取 就困难得多了 那个时候子弹很宝贵啊 打一个少一个啊 这个一般的战事作战的时候 没有必要是不让开枪的 有必要才打一枪 当时唱歌叫一个子弹 消灭一个抽敌嘛 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抽敌 就是不能随便放枪 因缺少武器与弹药 很多战士不得不手拿大刀长矛上战场 很多人也因此而失去了生命 于是1938年10月 毛泽东号召各根据地自制弹药和武器 但在当时 各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所以武器弹药的研发成了首要任务 就是在这一时期 各根据地的研发机构相继建立 各福村所在的冀中技术研究社 就是其中之一 不仅环境简陋 技术研究社的实验设备 也毫无专专业性可言 没有专用力 跟哪找叫专用力去 就当地奇才 都是老百姓的东西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葛福尊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 战争中 子弹的消耗量总是最大的 子弹短缺 是冀中军民在抗战中所面对的巨大难题 也是摆在研究社面前的首要课题 基于根据地原材料匮乏的处境 研究员们想出了一个资源再利用的方式 叫做复制子弹 但是打了枪以后 就把它装在口袋里头 装在口袋里头 那个时候子弹很宝贵 不能随便放枪 然后把子弹壳装回来 装回来再复制 子弹头应该用什么来做 成了工作的难点 于是研究社的研究员们 发挥了他们就地取材的能力 当时在根据地流通的铜币 被派上了用场 一个铜板压一个子弹头 也是压 压着这么大 压了以后 关上钳 关上钳以后 封上口 鞋子装在子弹头上 这个子弹都做成了 炸火车的地雷 一般不用生铁 用铁皮做壳子 做成一个 下一万地大的壳子 这个地方掏着苦 然后装上药以后 再装了一会儿 地雷 是葛福村所在的研究社 所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 葛福村所画的地雷 是当时他们研究的 众多地雷动的义种 地雷要做成什么样子 会根据它在战场上 使用目的的不同 而有所区别 炸人的地雷 都是用铸铁装上炸药 炸了以后 碎片很大 力量很大 炸在人身上 击破人身 这个炸火车头 这个地雷 用铁皮做成一个盒子 就是我说的那个 头小地下大 那个状态一炸 是用炸火车炸物件来 不是炸人的 到底什么样的地雷 适合炸火车 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 其实并没有答案 因为当时冀中军民 所使用的 大都是自制的土地雷 不仅引爆技术落后 而且破坏力有限 这样的地雷 炸死几个敌人没有问题 但是面对一列列呼啸而过的 日本不计火车 土地雷的爆炸力 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当时的机中军区司令员 吕正操下达了命令 要求技术研究社 尽快研制出 可以炸掉火车的 现代地雷 现代地雷 是由雷管引爆的 而要制作雷管 则需要大量的金属铜 可是机中根据地 并不具备大量生产铜的能力 就这一问题 研究社的研究员们 再一次发挥创造力 就地取材 铜钱也再一次 被派上了用场 一个铜钱 可以压成一个铜管 当时铜钱很多 当时是六铜的钱 除了银元 除了纸币 零钱就是铜币 到时一个银元 可以换一百个铜币 所以铜币很多 雷管的作用 是引爆地雷 如果雷管不爆炸 或者爆炸力不够 就会让地雷成为雅雷 所以技术研究社 为了保证地雷 能充分在战场上 消灭敌人 批量生产之前 还要经过严格的检验 把雷管捆在一个钉子上 一个大钉子 一个大钉子上 然后放在一个 木头箱子里头 然后把线拉接上 拉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通电 一通电 它就炸了 炸了以后看结果 看这个钉子 是不是弯曲了 是不是炸成这样子了 原来是个纸的 炸成这样子了 你这个雷管上成功了 将经过检验的雷管 撞到满是新式炸药的地雷里 一个现代地雷就制作完成了 但是在它被拿到战场上使用之前 必须对它的威力进行检测 到一个广场 到时候没有把人取散开 到一个广场 把地雷放上 上头给它压上一个溜柱 什么叫溜柱呢 就是打厂用的时候 那个用马拉着 滚那个量身 能够把这个溜柱给炸成粉碎 这就成功了 地中军民拿到新式地雷后 很快就将这一威力巨大的武器 派上了用场 当时地雷 二十斤的地雷 就可以炸翻火车头 四十斤的地雷 就能够把火车头炸粉碎 所以这个当时起了很大作用 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 吕正操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会儿 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 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 又从铁路上 开过一辆亚道车轻道 然后才是满庄军火的列车开过来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火车头便飞上了天 接着是车上的军火 接二连三的大爆炸 火光冲天 震耳欲聋 这次行动之后 冀中军民开始频繁出击 他们炸火车 炸桥梁 炸碉堡 炸得日本人惊恐不安 魂不守色 能获得这样的战场效果 研制新式地雷的技术研究社 可谓功不可没 但是研究社的研究员们 也为此付出了写的代价 葛福尊自己 就在一次实验中负了伤 我坐着一会儿呢 也出过事 当时屋子里头晚上 屋子里头坐着 其他个人聊天 都是研究社的人嘛 晚上都没事聊天 我在桌子上都做事呀 一般是没有问题 可是不慎 一些都碰到亮大的 那个电弄上了 炸了 这次付伤后 葛福尊离开了技术研究社 随后他被安排到了 集中根据地财务部门工作 主要负责军费的管理 在工作中 他接触比较多的 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是根据地的贝福厂 也战军呢 他就要买 买就是要跟私人厂子订合同 出出秧子来 让私人厂子坐 不过我们这个人 敌人一来就没了厂 没了私人了 就自己坐了 有徒步 有秧步 那时候秧步就是 用机器做的一步叫秧步 用手工做的步叫徒步 那时候你徒步 秧步都有 后来这个环境变了残酷了 秧步没有了 大部分都用徒步 就是老百姓织的步 老百姓防棉化 防成线 织成步 就徒步 然后我们自己做一副 自己染 似乎是跟技术研究社一脉相称 贝福厂在给军装染色的时候 也充分地发挥了 他们就地取材的能力 燃料就是咱们现在这个 这个树上欢树的花 欢树的花 在它没有开以前 在包的时候把它搭起来 就用这种做颜料 就染成黄色了 然而贝福厂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 也并不能够顺利地进行 1941年期 日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 大量驻碉堡 建据点 并实施多次大规模的围剿行动 企图消灭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 而贝福厂等抗日部队的供给机构 则成为日军扫荡的重要目标 扫荡的时候工厂只要停工 只要把机械 把机器藏起来 人员就打游击 这些游击 等敌人扫荡过了再恢复 而今 戈福村已经88岁高龄 但是他仍能清楚地记得 当初日军在冀中根据地的扫荡暴行 仍能清楚地回忆起 在一次次的反扫荡战争中 他所经历过的那些枪林弹雨 战争的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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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飞机来了以后就 就扫射 他不光扔炸弹的 他还要拿机关枪打 打打打打 他的目标也就是打我们这几棵树 就打着树 打着树 就打我们 我呢 脚底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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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子弹 打着子弹 当时这个不下雨啊 平原上这个土是干的呀 子弹打在土上 就像下雨一样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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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一个点一个点 嗯 叫叫叫枪林弹雨啊 枪林可以可以经历 所以僭越的時候 一個人背著一個槍上的刺刀 槍領 單瑜可一般人沒見過 真正打在土裡頭 就噗噗噗噗噗噗噗 就打在我的腳邊上 1941年7月 剛村名次被日本天皇 清點為華北方面軍司令 隨後他多次調集數萬日軍 對濟中軍民實施殘酷圍剿 葛福尊的彈雨經歷 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伴隨著日軍瘋狂地掃蕩 濟中軍民也展開了規模浩大的 反掃蕩戰爭 他們開創了多種多樣的戰鬥形式 給日軍以有力的打擊 在眾多的戰鬥形勢中 《交通戰》給葛福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交通戰》是怎麼個戰法呢 《交通戰》 敵人的汽車 自行車 馬 隨便給你跑 隨便給你跑 你跑你沒有汽車啊 你沒有馬啊 你管有兩條腿啊 他激動啊 整個集中區 把車型道 不是犯車型的道 都挖成鉤 挖成一米多深 把土撩起來又一米多高 都挖通 挖的那個地道啊 整個圍繞地球轉一兩圈 這樣的話 敵人的部隊 他就不行了 他汽車都不能亂炮了 自行車馬也不能亂炮了 所以還有《交通戰》 在日軍的頻繁掃蕩中 葛福尊和攻擊部的戰友們 時時面臨著危險 他們不得不處處小心謹慎 而且要經常轉移駐地 在一次日軍大掃蕩的過程中 葛福尊親眼目睹了 身邊戰友的犧牲 轟炸來了 我們就離開村 村子道旁有幾棵大流樹 夏天 夏天 正是現在這時候 嗯 我把馬拴在樹上 我自己躺在下雨沖著那個溝 躺在溝裡頭 飛機來了以後就 就燒射 沒打住 可是在我身旁 在高粱地裡頭 隱蔽的一個叫陳鋒艷的 就被打死了 在這一次大掃當中 葛福尊失去了親密的戰友 而在隨後的又一次大掃當中 葛福尊自己也險些失去性命 1942年5月1日 日軍糾集5萬余人 在空軍的配合下 出動坦克 汽車數百輛 對季中根據地發動了空前殘酷 空前野蠻的鐵壁合圍大掃當 就被敵人遭遇了 敵人三架飛機 地面部隊 剛來很厲害 正在爬山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部長 叫楓悠順 就被子彈打出來了 這樣被他受傷了 受傷以後他問我 我受傷了 我說沒有沒有沒血 鼓勵他繼續往上爬 不久 我的腿也受傷了 葛福村因腿部受傷 逐漸和部隊走散了 他拖著受傷的腿 艱難地挪到了 當地的一位村民腳 為了躲避日軍的搜查 村民把他藏了起來 他們都挖了很多洞 老百姓 在敵人來的時候 就藏在洞裡頭 大人小孩都藏在洞裡頭 就跟我騰出來了一個洞 就只要我一個人住在一個洞裡頭 就這樣 葛福村在洞裡隱藏了起來 為了避開日軍的搜查 膽大心細的葛福村 想出了一個特殊的方式 我不讀洞口 我唱空生意 這麼多待了六天 到第七天 敵人在野書戰鬥了 敵人都要撤走了 撤走以前呢 他要串面地搜索 三個人是敵人 搜索到這個洞口 一看沒聲音 沒什麼就 就會做了 如果敵人帶來警犬 那就糟糕了 如果他要是 隨便讓裡頭扔個炸彈 也是壞事 哈哈